课后演练的第一小题呢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有一个函数叫做y等于2x加3当x大于0的时候 然后这是-x方加2当x小于等于0的时候啊 然后呢写出一个算法求函数值画出乘许框图 算法步骤咱们就不一步一步写了 咱们就直接画图哈 那么在这里头你要完成了一件什么事情感觉一下哈 输入一个x输出一个y 使得y满足这个函数的关系 那么咱们在做图的时候 你们都做完了 太快了是吧 好别着急哈 我解释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做 因为有些同学做的对 有些同学做的不太对哈 好首先一上来应该先画有什么东西 开始这个必须要有 好程序从这开始 开始接下来的第一步 注意第一步不是算 而是什么 先要一个x 要输入一个x 好 我简单一点 我就不写书字了 太复杂哈 入x了哈 好 现在有了x之后 第二步要看x到底怎么样判断 对吧 好 我们要看x大于零吗 不用加问号 不用加问号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前面有没有讲那个命题 这件事 没有是吧 说没有 好 那么一件事情成立 我们叫做真命题 一件事情不成立 叫做假命题 所以呢 在这只做命题的是非判断 而一问句不是一个命题 不能往上填 好 接下来分两种情况 记住 线一定要标是否 画了的同学自己检查一下 是不是有 线一定要标是否 有些题呢在这比较抽牌 写的是y和n 你们猜一下 y和n哪个表示是啊 很聪明是吧 好 接下来执行 如果是的话 y等于 2x加3 如果否的话 执行 y等于负x方加2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输出y了吧 没有必要让两个个输出一次y 我们给合在一起就行了 入一个x出一个y 合在一起 整个这个图呢 还有主线啊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晰一些 然后就可以结束了 演练一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的程序框图 在这里头判断一下 x是不是大于0 是和否两种情形 接下来往下输出就行了 对吧 那如果要是说这个题 咱们稍加改动一下 在这说呢 x小于0的时候是这个 x等于0的时候 这还有一个3 比如说等于这个 比如3了 5 x等于0的时候是5 那怎么办 在否这个地方 是不是再加一个判断吧 再加一个判断 好 x等于0吗 否的话是这个 是的话 y等于5 然后再引回来 是不是就行了吧 一定要在那个地方加判断 而不能在这直接判断出三个来 一定要分两次分支 这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基本的程序框图的一个做图的规则和结构 那么感受一下之后呢 咱们在这里头啊 一起来看一下讲一上例四的第二小题 输入直角三角形 两个直角边长度 输出第三条边的长度 并且画它的程序框图 比较简单 自己动手画一下 这是我们能见到的最简单的程序框图了 就说你是不是认为在这还需要加一个检验是吧 可以不加 这要题原题没有给我们想的那么难 可以不加 太简单了 我们只是通过这个题做一个例子 接着往下讲 输入两个可以在一个号里面 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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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简单 输入 然后输入A B C等于多少 输出C是不是就可以了吧 咱看一下开始以后 输入两个数 A和B 接下来 C等于 根号架A方加B方 接下来输出C就可以了 接下来结束 当然有些同学说 我这个程序还能更省一步 省在哪呢 都已经只剩五步了 开始结束不能省 输入输出不能省 有同学说 我还能更省一步 我直接写输出根号架A方加B方 还可以更省一个格 算法上是对的 答案也是对的 但是在计算机实际操作的时候呢 一般我们在真正写程序的时候呢 不主张这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你输出根号下A方加B方 能得到一样的结果 但是这个输出量没有保存 对吧 没有存在你的计算机某一个空间上 这道题如果用到这就完了 那欢则罢了 如果这道题接下来是让我们求一个 比如说斜边上的高 斜边高是不是AB除以C就行了吧 这个时候你发现AC没了 你又得算一遍 咱刚刚说了 每一次运算又代表着 券机消耗了时间吧 所以你存下来 是不是占了一个空间 然后你后面就省时间了吧 有种感觉了 所以我们正在执行算法的时候呢 还会考虑一件事情 那么这样的结构会比较清晰一些 并不是说呢 隔越少越好 并不是隔越少越好 甚至我们在将来写算法的时候呢 将来真正的计算机算法 还会要求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算法 如果增加了新的功能 是不是好改 等等的一些需求 好 在这里头呢 我们现在看到了两种程序框图 这两种程序框图呢 都不复杂 那么它对应着我们要介绍 程序框图的三种基本结构中的两种 首先我们看到左边这边呢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没有任何可以犹豫和判断的地方 一条胡同走到黑 马上就出来了 对吧 只有唯一的一条路线 那么这样的结构叫做程序框图的顺序结构 顺序结构 程序框图顺序结构 顺着往下续就行了 顺序结构 就这意思 一条道走到黑 当然了 当然了 顺序结构呢 实际上说这种是顺序结构 那我们看到在这里头 其实它的某一个环节 我们可以认为也是具有局部的顺序结构的吧 它的某一个环节在这边输出的时候 或者在这边中间的这个小环节 或者这个小环节的时候 也是一种具有顺序结构的感觉 所以呢 顺序结构是所有程序里头 比较基本的一种结构 也比较简单 但是呢 顺序结构会有一个缺点 就在于这个算法一般比较无聊 大家看到它就觉得特别没劲 是不是 打游戏的时候 打游戏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也希望出现一些分支情结吧 如果说啊 我个人就最不喜欢玩的一种游戏 就是RPG游戏 知道什么叫RPG游戏吧 第一人称角色扮演游戏 比如说你进到这个游戏里头 有一特别经典的叫什么 那个《仙剑奇亚传》 对吧 特别经典 我当年玩的时候还是老版的 还是二维的 现在是不是都出了三位3D的游戏了 然后呢 我觉得RPG游戏最无聊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打妖怪 安静哈 打妖怪 然后升级 然后升级以后才能打更强的妖怪 然后才能升更高的级 特别无聊 尤其是RPG游戏要走迷宫 你们有体会吧 RPG游戏经常要走迷宫 《仙剑奇亚传》的一个经典就是 你进到一个塔里头 或者进到一个树林里头 你走迷宫 然后东绕西绕杀了很多妖怪 最后才见到BOSS 对吧 我就特别不喜欢走迷宫 我就说如果我要是设计游戏的话 我就不要求有迷宫 直接打 对 我就设计一条道走到黑 不是 一条道走到头 然后你看啊 你的主人在这 BOSS在那 中间有400个妖怪 你挨个杀过去 然后你带到BOSS了 对啊 我说因为我觉得走迷宫很无聊 对吧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 如果要是不走迷宫了 更无聊 对不对 为什么无聊 因为没有分支了 是吧 因为没有让你选择的地方 你一眼就看到结果了 这事情当然就无聊了 你变成纯点鼠标在那操作了 好 所以呢 游戏有分支情节 我们的程序在很多情况下 也要有这种分支结构 好 这种情况就是分支结构 典型的 用判断语句来进行两叉 那么分支结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两条路 所以两条路只有一条被走到 对吧 程序执行下来走的这边就不得了 走那边走了那边就不走这边吧 这是分支结构 那么分支结构典型的一种适用情形 在题目里头我们将来预见的题目里最典型的分支结构 就跟这道题一样 它的背景是分段函数 分支结构 分支结构典型的数学背景就是分段函数 好 所以呢 在题目里有的时候可以做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有关分支结构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讲一下 例一的第一三四三道小题 例三的一三四三道小题 例三的一三四三道小题 一三四二不用做 想起一件事情 今天没点名的 今天有这个东西要发 来 顾家伟 薛宇浩 来了吗 许一林 来了吗 叶文新 高宇祥 方新扬 今天怎么了 张池 刘文超 何果现 李蒙旭 贺一锋 王伟宇 林锡文 谭正 秦新 包藤灿 张静芝 李畅 李扬 张卓 来了吗 今天是什么日子 富家美 另外这里头还有一些东西送给大家 各科的一份试卷 发过了是吗 什么时候发的 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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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张黄纸的 来 能多给一份吗 等会 你多放你能拿 你们 下一份没啥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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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去发 好吧 李锐 期待 发过了什么 一模一样的 对 期中考试的 对 写的是期中考试的 我真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 我还想一份 我上次没拿 不是 你们 这怎么还要这么多份啊 然后给了 然后我要 我要 不是 我头一次见到这么喜欢卷子的 再给一份 还有谁叫 然后再给一份 等会 刚才给过谁了都 那个 再给一份 我也不能一人给三本吧 这还有化学卷子 化学卷子你们发过吗 哇塞 你们要吃 给两个 不是 你们 你们要多少了到底 拿我来两个 我先 你们先做题 我先一人一份发 然后富裕的 富裕的 一会放到你们自己课间抢就行了 好吧 不行 直接负现 你手把你都去吃 放到那儿抢 这儿中间 放到那儿抢 放后边抢 然后看我再抢 你们 不是你们 你们用那么豪华的手机 家里连操纸都没有啊 我都没手机 我还没啊 15分钟没电 哈哈哈 所以是 但是15分钟吧 他去发来了 给过你了吗 给过了是吧 还有一个七种考试师 要分析讲座通知 然后这个发过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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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放了了 今天 好可爱 这套 50分钟 然后快点 然后编五分 年老的 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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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题啊 这可先 这边 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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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过是吗 有用吗 就说你们做做这个 做完了以后呢 在周五那天 下午然后会给你们讲一下这个试卷 如果你们做的过程中感觉有问题的话 嗯 嗯 嗯 我不知道 但是肯定不是我讲 因为我也是看到这个通知才知道这个事的 哦 所以肯定不是我讲 高中 高中名识有很多啊 有李锐啊 李锐啊 李锐啊 但是我估计有可能是这个 邓阳 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自己没有接到这个通知 所以肯定不是我 然后你问一下 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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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 你今天告了吗 啊 然后你问一下 杨毅也行 杨毅也行是吧 其实 其实应该还有别的老师也是挺不错的 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对 对 这个 长的 长的帅的老师蛮多的哈 他有这个 但一般来说 其实 其实这个事情世界是平衡的 就是说 长的帅的可能不一定 他的这个水平很高 有可能水平高的长的不帅 就像我觉得这几个老师里头 邓阳是水平最高的 我可以次于李锐 我可以次于李锐 杨毅不是光景人最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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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咱们找几个同学回答一下啊 哎 哎 怎么一下就安静了 为了保证我的安全 我把这一块放标上去 放这 就放这 就放这 先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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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咱们那个 J6吧 J6 J6 正好三个人 第一小题啊 首先函数是 Rx-1的绝对值 那么直观上感觉来讲 这个题我们就算不看图也知道 它是应该是一个什么函数 分段函数 所以它应该是什么结构 分支结构的一个图吧 对 然后圆区要1正好在判断语句这个地方 对不对 是的时候是1-x 是的时候说明x怎么样 小于1 对吧 所以第一空填x-1 第二空呢 不是的时候应该是Y等于 Rx-1 正确哈 来下一同学哈 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 我刚才说做的是134 3做了吗 还没呢是吧 127是对的哈 来这样你说一下第三小题吧 好 输入一个数判断机有性啊 然后m是除以2的余数 什么情况它是G数 答案是bm等于1的时候啊 所以啊 这个时候不要看x x还是原来那个数 对吧 被除完了以后x是多少 9还是50还是原来那个数 来咱们再找个通讯 请知 第四小题 我不知道 第四个小题啊 好 在下列的程序框图中 输出三个数 输出最大的应该是哪个 我们看一下啊 你做完了吗 答案是哪个 谁做完了 举手示意一下 答案是哪个你说一下 A 正确 为什么 来你解释一下为什么 那是蛮你美的 好 首先啊 来你给我讲一下 每一步都在做什么事情 首先开始之后输入了ABC 这不好理解吧 对 x等于A是什么意思 嗯 你注意x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 你看最后那个框是什么 结束前最后一个是输出x吧 说明这个x这个空间 当然我们就用来存这个最大数的吧 嗯 所以最后把这个最大数输出 这个时候我们输出x 那现在第一步x等于A是什么意思呢 先让 哎这个词非常好 先让x是A 在我见到的第一个数十多大的时候 我就认为它是最大的 但是它是临时最大的 对吧 好接下来做了一个判断说B大于x吗 好 我看到的第一个人是A 他有多高 我说记者身高当做临时的最大值吧 嗯 那我现在看到第二个人是B 他比我之前记录的值高还是低 如果高说明谁最大了现在 B最大了吧 所以接下来那个框 如果B大于x 是不是让x等于B 说明我们把这个记录更新了一下吧 对吧 刷新记录的感觉吧 如果否的话 什么也不做 此时x是谁 还是A 对吧 然后下一个框说 如果是的话 x就应该刷新成C了 什么意思 说明这个框里发生什么事情 是的时候 C就应该是临时最大值了 C大于x吧 人家说那C大于B对不对 注意 要输出是x 首先 我们x记得是到目前为止 A和B之间较大的值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它跟x做比较 x是A也有可能 x是B也有可能 所以在这里头判断 那C大于B是没有大率的 万一A最大的 好 所以C大于x的话 现在把记录刷新成C 否则的话 记录还是A 或者 刚才那个A或者B 接下来输出x结束 这条题 是不是填A 可以使得下列四个选项中选A 输出的是最大的数 能够理解这个算法含义了吧 那如果这条题 咱们现在要求是说输入四个数呢 再加一个就可以了 对吧 讲义上列四的第一小题看一下 好 自己画一下 然后 对 列四的第一小题自己画一下 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 画成一框图这块的时候呢 就是也是画多了之后 你就画得很自然 你的思维过程翻译成图的过程会很自然 所以虽然几乎一样 就算抄 我觉得大家抄一遍也有意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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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